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看的这个房子是一个占地4.3个acre的农场 这个农场我为什么推荐呢 首先是它的地理位置非常好 这个房子的地理位置是在离高速公路也就十几分钟的这个位置 而且它是一个比较好的学区 它离这个周边的大的超市大的more 也就是十几分钟的这个距离 它是一个很接近就是一个几乎就是在普通居民区里的农场 它不是那种很荒凉到处都是农场的那种农场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 总之这个农场很方便的那种农场 其次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农场是一个forclosure的房子 这个农场是被银行做了拍卖了 就是还不起银行贷款 然后它就被银行forclosure 那它就是低于市场价格 这个房子的评估价格 政府给的最低评估价格是91万美金 但是它现在forclosure值是67万5000美金的一个价格 所以说就三四十万美金的差价 同一个农场小区如果不是forclosure的房子的话 就要100多万美金 那它占地4.3个acre 非常大的占地 您可以在你的这个农场里再加盖房子之类的都可以做 并且你可以养马 然后它们农场里面本来就有马厩 而且呢这个房子是很大的面积 它将近它有五千多尺的居住面积 然后占地面积4.3个acre 那真的是说你论金称都是很划算的 并且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这个forclosure的这个农场 它没有很烂 它就是一个维护蛮好的一个农场 我们所知道的很多的forclosure都是非常脏非常脏乱差的 就是里面几乎就不能住了 几乎就要重新翻新 要花钱在这个上面去翻新它 才能把它做成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但这个房子本身的状态就比较好 所以您即便是想翻新它 您花了钱的成本也会比较小 这就是我为什么介绍它的原因 那现在先让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农场 如果有对这个房子感兴趣 或者对修顿任何地产感兴趣的话 欢迎联系我 然后我们先去看房子吧 这个庄园正好位于一个coulderside的位置 所以你看它有几个邻居 这边一个 两个 然后转过来 三个 这边还有一个邻居 然后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套庄园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这个庄园 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庄园 因为这个庄园的占地是4.3个acre 然后这个庄园为什么我今天带大家来看呢 就是因为这个跟别的庄园不太一样 这个特别便宜 67万5千美金 因为这个庄园已经房不起贷款了 是被银行最长的房子叫Fall Closure 所以这个房子的报价是低于市场价格的 同小区的房子有100多万的 有最少很小的也要七八十万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房子里面 一进来就是这样 一个很漂亮的大旋转楼梯 房子里有一股旧旧的味道 就是好像很久没有人住了的味道 但是很整洁很干净 地毯还特别新呢 可能在视频上看不出来 但是它地毯就似乎是新的一样 很新的地毯 然后再往前走 有一个楼梯 有一个阶梯 这是它的主客厅 再走过来之后呢 就是厨房了 这是一个早餐厅 还有一个副楼梯 在这边 副楼梯的旁边是厨房 因为这个房子的建筑年 所以是比较旧的 是八十年的房子 所以跟我们现在看的 很多房子的感觉 是特别不一样的 比如说这个厨房 竟然是个高挑厅的厨房 这个我是第一次建 在Foreclosure银行要收购的房子当中 这房子的状况非常非常的棒 什么都是好的 就完全就是被人住的非常好的房子 拿出来要卖 只是没有翻新过而已 但是你看它的厨具 厨房里的所有的这种抽屉 它都是石木的 包括它的微波炉啊 这种电器还是新换的 这个是很不错的 但是它的洗碗机就不是新换的 一个洗碗机是旧的洗碗机 好 哦 看到不是新换的东西了 这两台烤箱真的有历史年头了 哇 我就觉得这两台烤箱 嗯 很有年头 那现在 我再到这边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就是早餐厅 它早餐厅比较大 晚厅旁边有一个房间 我在厅旁边有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直接就是通到洗衣房 我现在的时间是下午四点钟 看它房间每一个房间的亮度 都是在不开灯的情况下 都是在不开灯的情况下 是很凉堂的 然后再往这边走就是车库了 车库还开着灯 这个地方开着灯 然后往前走 就是这样的两个车库 好 我们现在进去 哦 它这儿还做了一个阳光房 这边加出来了一个阳光房 你可能在这里可以放一个 不对 这个房间有狗狗的味道 我觉得它这个阳光房可能是用来养狗的 嗯 真的有一个口头味道 这边 别的房间都很好 就那个房间有 会不会真的是小狗狗的房间 现在我们去一楼的另外一侧 您看一下 房子的条高还是比较高的 虽然它没有高厅厅 现在我们走到的房子另外一侧 其实我觉得啊 这个建筑里边的这栋墙 完全可以拆掉都买下来之后 会显得客厅非常大 我们往左手边走 这边有一个洗手间 一般情况下forclosure的房子 都会破烂无比 就是破的就什么都要翻新 但是你看它这个 几乎就跟这个人住了一段时间 要搬出去一样 马桶都很新 然后洗手间的旁边有一个书房 这种书房的感觉就是老美式的风格 全部是木包边的书房 就是这样子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门 因为你知道吗 这种老房子是个橱柜 经常能看到一些 我们现在的房子看不到的心机 比如说有好多老房子都有那种 叫什么 就是那种密室 真的会有 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房间 应该就是主卧啦 而且它的主卧不仅 有这样一个完整的卧室的感觉 还有一个阶梯状的阳光房 哇 这个阳光房好漂亮哦 一圈的窗户 这个房子就是老旧的一种风格 可是房型上 跟现在好多新房子来比的话 真的好美 你看这个阳光房那外面可以看得到泳池 然后这样一圈 好可以在这喝个茶 好舒服的 整个 我们现在在视频里可能也能看得到这边 其实这个地毯不是脏了 是很干净 它只是清洗过 然后有一个痕迹 但是地毯真的很干净 但像墙角这些地方真的有点脏 可是就算二手房也会有 更何况它是一个泥航拍卖屋 现在我们再进来了就是 它是这样的 没有门的 是一个这种柵篮的洗手间 然后打开呢 这边就有一个衣帽间 小衣帽间里面还有一个衣帽间 好多镜子 我的天哪 简直是 刚才看到这么多镜子 我现在下午四点钟 阳光从这边的小窗户射进来 这个浴缸周围一片镜子 林一间在这 因为我是第一次来这个房子 所以我们的淋浴间是这样子的 进来的一个walking的淋浴间 房型的设计真的挺有以前古典的那种感觉的 然后另外一面 就是另外一个大一些的衣帽间 这就是一楼的主卧 好了 现在让我们上二楼看一下 主卧还有个新机 就是这个门可以出去 现在让我们上二楼看一下 这个房子一共有四个卧室 六个洗手间 整个房子是五千多尺 所以它的面积很大 这个房子我的感觉就是 如果你不想买回来放心它的话 就这样简单的刷刷墙啊 把一楼的地板换一下 二楼好像也不太需要再怎么换 那您看一下啊 我现在是一上来楼梯 楼梯呢 右手边那儿是几个房间 然后这边是一个game room 然后左手边这边 它有一个副楼梯在这儿 然后副楼梯的那边有房间 这边是一个调空的 然后这边是洗手间 再往这边走 就是一个卧室 我们现在看最近的卧室 这是一个普通的卧室 你看它每个房间都很大 好像每个房间都非常大 然后我们出来 再往这边走 就是一个洗手间 我不在不开灯的情况下 您对人很清晰地看得到 这个房子有没有采光之类的 每一个房间采光的感觉 所有的这些洗手台什么 都不需要换的 很新的 然后呢 这边还开了一个门 所以这个卧室可以直接来进 洗手间 往这边走 你看 高挑的厨房 这种风格真的 我第一次见 挺感觉挺好的 然后再往前走 然后再往前走有一个这样的卧室 但是我相信主人以前都是很喜欢采光的一个人 你看他有一个天窗 所以整个房间的采光真的是好好 然后这边 看到他的暗间了 这边来到他一个暗间 这个地方肯定是一个minium room 之前做minium room的 但是他可能不喜欢太暗 这边开了一个 这边就开了一个天窗 所以这样感觉就好像有一种灯打出来的效果 天窗 天窗的侧面还有一个小窗户 这还有小窗户 然后我们在这儿看一下 哦 这是一个活动的区域 并不是一个卧室 我们是这种设计 好 我们现在 再出来 这边就一个这289的game room 这个game room 跟我们现在很多房子设计是一样的 它只不过是主人好像真的非常注重采光 你看他开了几个这种天窗 好了 我们可以到另外一面看看 到了另外一面 这边有一个卧室 很大 它每个卧室都很大 然后两个卧室共用一个洗手间 你看在 八几年的美国 都是两个卧室共用一个洗手间的设计 明明简在这里 它就是共用的洗手间没有冰缸了 这是另外一个卧室 这些设计就跟我们现在看到的房子一样的了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套房子 我们现在去院子看一下 刚才看完了里面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院子 因为这个院子非常大 是一共前后一起镇地4.3个acre 我们先往里往里走一下 你看看它外面的车库的一个面积 这边是三个车库 这边还有一个房间 然后包括那边还有一个这样的网球场一样的 先过来看看 这个位置也是停车的 这是个车棚子 打开这个门 打开这个门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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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我们先来看看它这个院子 占地4.3个acre大庄园 里面树很多 像这种庄园 就属于你要打理的这个 这种东西就会要比较多了 我现在是从车库直接走进来的一个方向 当然了你如果喜欢从房子里出来的话 也是一点问题没有 往前走就到了 现在我到的这个位置呢 就是你从房子出来的话 看到你的后院是什么样子的 先是看到了一个漂亮的泳池 虽然房子已经被forclosure了 但是泳池还依然很轻 弄得非常好 看这些大树 很漂亮吧 整体占地4.3个acre 也就是往那边走那个红房子 也就是它的马厩 全部属于这个庄园的 这个位置又非常非常的好 这个位置只离 就是你离这个比较近的高速公路 只有十几分钟 而且离各种商业区啊 也都是十几分钟的距离 学区也还是很不错的 这个房子离我们家也很近 离我们家的距离也就是二十几分钟 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很偏的庄园 我们现在再去那个红色的那个马厩去看一下 因为这个这个面积完全可以跑马 而且如果你喜欢打理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房子 你的院子前前后后整体把它用围栏圈起来 前主人是没有完全圈起来的 它的前院是开放的 只有后院有圈起来的 我大概也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如果您要维护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地 你需要的一些成本 基本上除了割草的成本之外 其他的成本不会很大 哦走过去不行哎 它这边拦起来了 没有办法走过去 整个这一片都是 它里面拦起来了 我没办法走进去 它没有开一个门 我今天真的是发现了一个这个房子的彩带 你看现在我们看的是车库啊 本身这种车库上面的门 这边的侧门应该就是一个储藏间才对 它里面好多山核桃啊 这就是山核桃树啊 彩带的声音都巴拉巴拉全是山核桃树 你看上去啊 这个地方是有套间的这个房子 那这个房子真的是不仅仅有四个 你看上来之后 这边有一个套间 错了 我刚才来过这个房间 你们记得吗 我还说这是个minium room 哦原来minium room的这房间的门开出来 就可以到另外一个套间 而且还可以去车库 哦这个 看这个套间 这边这个套间仿佛还住着人的感觉 哦 而且还是这样子的 隔开了 这边还有一个小客厅 然后小活动室 然后再进来是一个厨房 是一个完整的厨房 这完全就是一个保补间 厨房 这是apartment的结构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一个洗衣房 看这个厨房 哇 好像还有点水果和东西 就不知道是不是有人住 我的天哪 这是一个完整的apartment 可以坐LBNB了 而且 看里面的卧室 这是一个 很好很好的apartment好吗 然后它这边可能还有人住吧 就稍微有点不整洁 在我这边走 有一个简易的床 简易的一些东西 还有零零碎碎的一些零钱 那您都不要管这个了 您就看一下这边有一个完整的房间 哇 但是这个房子真的是每一个房间都很凉堂 好 好有心意的心机